前副总统吴敦义抵达休斯顿的第二天 一早就先来到全球最大的休斯顿桥交中心 拜会中华公所及所属的桥团代表 吴敦义简短致辞后 随即与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换意见 当天的话题包含了党产、国民党现况 老乔新桥的问题及九二共事的前因后果 吴敦义都以辉谐的比喻引来全场销声不断 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对于它的含义 用不同的口头来各自表述 这个就是一宗各表的源头 那有人讲 说1992年哪有人看这个九二共事 天下哪有这样 他自己没有在场听怎么讲没有 有就是有 就跟玄武门之变 你博瑞光也没有在场 当然他也不相信有玄武门之变 他希望国民党成为在野党后 能扮演好现在的角色 不要因为反对而反对 政党轮替在民主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执政的时候就要全力以赴 如果是在野 那就做一个真诚负责的反对党 我们不能凡事都反对 假如执政党做得对的 我们不但要支持 他要同心协力帮助他 假如做得不对 我们也不要霸占主席台 瘫痪愿会 用打架来做了结 我觉得这都是不好的 我们因为有那样的痛苦的经验 所以我不赞成 用霸占主席台 瘫痪愿会 让整个国政停滞不前 这个不只是害了执政党 害了政府 也害了全民 也有损一个 真诚负责的反对党的基本原则 对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是否归属于国民党党产的说法 他也在当天做了归属的定义 那我不赞成有一种说法 说是如果国民党不是把 故宫博物院这些也是党产拿回来 把在银行的黄金也是党产拿回来 这我不赞成 因为那两样都不是党产 故宫博物院的藏宝 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累积的国宝 那中华民国的年代 是把那些当作国家的宝费 这是国产而不是党产 最后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留下他的四个期盼 最后我要讲 台湾的癥结还是很多 我认为中华民国要好 台湾要好 是四个元素都要做到 第一要一个连结 有效率又能干亲切的政府 这是第一个重要 第二个应该要有一个 繁荣富庶均富的经济 第三个应该社会要和谐 公益的社会 第四是要和平稳定的两岸 现场侨胞与吴敦义 欲罢不能的见面会 在中华公所共同主席 拼拼地址条暗示下 才忠告结束 随后吴敦义拜访了 经营美国警察单位 行车兼入系统的 华职企业Cobain 该公司董事长李春生 也亲自出席介绍公司营运 接着一群人驱车赶往坐落在 休斯顿市中心的天后庙 德州月明辽华裔联谊会会长 翁仲华 李市长周满宏及李氏等多人 在场欢迎 并一起上香祈福 随后进入接待室 短暂停留 与大家会晤 交换意见 晚间前副总统吴敦义 出席了将近500人的欢迎晚宴 一到现场立即受到 侨暴热烈欢迎 侨界代表也分别上台 致辞表达心中感受 休斯顿地区擅长 以国画描绘 西瓜千姿百态的消极书 当天准备了一幅经典作品 赠送远道而来的吴敦义 乔务委员彥洪志 刘秀美 甘又平 及专程从达拉斯前来的 乔务咨询委员 摩承华与王敦正等人 也一起献上 最具德州特色的牛仔帽 吴敦义这一次 在休斯顿拜会行程 虽然短暂 但其优国爱民的情操 及宽阔的胸襟 在当地侨胞心中 已经留下深刻印象 也让许多爱国的侨胞 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这几天的开会 和他无谈的结果 我们都认为 吴副总是一个大智者 他同时非常的谦虚 这个谦虚的人 他能够才低调 他能够才会处理好所有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 因为他非常爱国 爱国有时候会超出爱党之外 那么你爱你的国家 爱你的国家的人民 爱你的土地 那么希望国内能够好 好的话 并不是说一面倒向 哪一个党就叫做好 那么大家轮流执政 那么轮流对人民有贡献 这才是真的叫做正常的国家 所应该有的一个情怀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建议 也透过不同的管道 来向我们副总统的来表达 那副总统也都一一的接受 我想他今天这一次 在休斯顿之行 一定是收购的非常的丰富 而且休斯顿的侨胞 也感受到副总统 在对这个亲民 跟这个爱民的这个作风 武敦义结束休斯顿之旅后 下一站将败会加州洛杉矶 及旧金山 再飞回台湾 谢谢大家